哈喽大家好,欢迎你到来 这里是超级兵团 是BOSS的附属频道 这里主要讲的就是一些饲养方面的知识 当然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就订阅一下 如果说对你没什么帮助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关闭视频就可以了 那么好吧,我们言归正传,直闻主题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就是 权益盲,切业,新手 新手应该注意的方面吧 在这里之前我想问几个问题 如果说你饲养三个月出现了灭团 请刻意 如果说你饲养一年的话 其实这个视频对你没什么帮助的 因为我现在讲的是新手方面应该注意的 首先第一步 我们已经在买之前 对这个权益盲切业多多少有一点了解 是吧,他们对这个湿度要求很高 对这个潮,乙潮的要求也特别高 他们要求就是全面保湿 一般前面保湿效果比较好一点的 有那个亚格利潮 比如说帝王B,帝王2B 不好听啊 还有就是 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帝国大厦 对,是帝国大厦 然后紧接着就是朱节潮 石膏潮 或者说试管 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最好的还是 亚格利吧 帝王2B 虽然说那个潮很小 但是 它保湿效果 那个保湿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毕竟是全局保湿 就至于你不缺钱的情况下 可以买那个帝国大厦 那个潮很大 也是全局保湿的 价格是挺贵 稍微廉价一点的 那就是这个石膏潮了 基本上一个石膏潮可以容纳 5000只蚂蚁左右吧 一杯 5000只蚂蚁左右 但是帝王2B的话 它最多就是容纳5000到8000只蚂蚁左右 并不太多 至于那个帝国大厦 我估计 如果是双面潮的话 应该是十几万以上吧 还有一种就是我以前用的那个巨兽潮 那个潮就大多了 可以容纳将近 30万只蚂蚁左右 很大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首先就作为一个新手吧 首先你准备一个蚁巢 我建议你 用那个帝王2B吧 逼那个蚁巢 比较便宜 也比较好吧 对于宝石方面还是比较好 如果说你 不想买那个潮的话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石膏潮 或者说买一个石膏潮 像我这种石膏潮 毕竟那个帝王2B它的容量还是很小的 最多就是5000到8000 并不太多 至于 这个蚁巢方面我就介绍到这里了 朱节 石膏 亚克力 试管 别的没有了 那现在就是说 潮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在你自己选择了 那么就是在于 第二点 你购买蚂蚁的数量 一般新手的话 我建议你是 午后5000公起步吧 需要 一般情况下 就是你 当你买回来之后啊 你不要急于去 喂它们一些活体的东西 尤其是面包虫 不要小看面包虫 只有那么六个爪子啊 是六个爪子吗 我也没注意看过 不要小看 它那六个爪子 没什么抵抗力什么这的 但是它防御很高 一般 这些蚂蚁 想要搞定它的话 大概也需要个十几分钟 比如说 几千只公 跟那个面包虫打架 基本上离面团 没有多远了 第一步就是说 新手午后5000公 然后喂它们最好的食物 应该是 面包虫 我比较喜欢面包虫 如果说你条件可以的话 可以喂它樱桃红蟑螂 或者说杜比亚蟑螂 都可以 最好还是 为它面包虫 剪断的面包虫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樱桃红蟑螂 表面上 很多人说 它们无法 在那个什么光滑的 什么无法爬到光滑的 那个什么 墙面上 是吧 其实 这种 蟑螂的 它们越运能力 还是很强的 就比如说杜比亚 杜比亚的确是 无法攀 攀爬那种光滑的 壁面 但是杜比亚 它如果说 不清理干净的话 会很臭的 就比如说 这个权益 它要求保持 效果又那么好 它又没有办法 及时的把它吃完 没吃完怎么办 就留在潮湿里面 那个潮湿 再加上那个死去的 杜比亚那个味道 很重的 知道吧 也很容易 有那个 很恶心的东西 蛆 都懂的 很恶心的 我见过 因为四样蚂蚁的话 都会 遇到这样的情况 第一点就是 潮 第二就是购买数量 这几点你要记住 潮呢 我就不重复了 数量呢 也就这样子 无后无千功 第三点呢 就是 当这些都准备好之后 一定要用这个 红纸遮黑 对 他们对于 这个红色的 表示 比较那个 容易接受吧 我也说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 用这红色的 把它遮黑就好了 不需要懂太多 用白色的 我觉得 最好不要用白色 黑色也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 用白色的 他们能感觉到 一点点的那个光 红色的话 倒是无所谓的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活动区 活动区要足够的大 要非常大 非常大的活动区 才能保证这个 空气的流通 空气的流通的话 才能让你的蚂蚁 更加茁壮的成长 而且你在周围 就是 已经涂抹了 这个防桃液 基本上 他们不会往外 跑出去的 活动区够大的话 他们不会 往外面跑的 他们会慢慢的 适应这个环境 适应这种感觉 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那一点 千万不要为他们活体 活 还有就是活动区里面 可以摆放一些那种 试管 喂水 或者喂水器 一定要有足够的水量 那么活动区里面 要不要搞一些那种 什么什么 装饰品什么这样的 也可以的 另外一点就是 活动区需不需要土呢 其实我是用这个石膏 垫底的 用土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用那个 沙土 经过暴晒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 暴晒之后的沙土 细沙 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一定要那种干净的土 千万不要那种 随便挨一点土过来 那也不行的 有的土里面可能会有那种 小东西 小虫子什么这些的 对有的人说 搞几只那种跳虫啊 或者说什么 它可以吃满虫 可以吃垃圾 其实需要吗 可能需要 但是我没需要过 我没需要过 真的没需要过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并不太需要那种东西 因为权益本身 它比较爱干净 有的人说权益是最脏的 所以怎么怎么样 其实他们也有固定的垃圾 把垃圾放到某一个角落里面 为什么要铺一些沙土呢 就是说当他们吃不完的食物 他们会用土去掩盖 他们也知道 这种东西放时间久的话 也会生出一些小虫子 比如说满虫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他们也不害怕 所以说你给他们 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沙土就行 不需要太多 需要什么 活动区干燥 不需要保湿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假如说我也是用了 是石膏草怎么办 其实石膏草 如果说你想保湿的话 也挺简单的 那我现在就做个演示 石膏草 石膏草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入口 这个是保湿的那个 这个这个出口吧 算是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地方 堵住它 然后找东西把它堵住就可以了 堵住这里 然后这里面进行灌水 基本上 现在天气热 我基本上是 两天或三天灌满它 然后灌满它 然后整个潮湿里面 整个椅潮就是比较保湿的那种效果 就是刚刚演示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渭水器打翻掉了 那权益还有一个习惯就是 它属于夜间型的昆虫 在白天的时候 你会看到少量的蚂蚁 在四处的游荡 其实 根据我观察吧 白天的时候 它们也许是在睡午觉 晚上的时候是特别的活跃 尤其是在十二点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才喂它们东西 可能是他们知道这个时候 我会喂它们东西都出来了 现在这个时候 基本上你看到活动区里面 并没有太多蚂蚁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石膏槽 这下面一些东西 有的时候我是用这个树干 除枝 然后抵到这个 这个什么 进出口这个地方 但是我为了更方便一点 就是用这个石膏 然后垫到下面了 新手就是先注意这一点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 因为新手的效忱 有很多 一时半会儿的我也说不完 如果说让我说的话 我会说很久很久很久 到时候又该说 你怎么啰嗦 太啰嗦了 如果说不啰嗦的话 有的时候你们 真的不一定能够完全记住 但有一点你们要记住就行了 这种蚂蚁 很容易饲养的 不是那么难 难就难 在你们选择的时候 为了图一个新线吧 就是说为它们活食啊 或者搞一些建筑 搞一些的摆设 为了让这个看起来更好看点呢 其实没那个必要 你把它们养的部落很大的时候 再搞一些那种 布井什么这道也可以 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还不需要 因为蚂蚁 在我的印象中 它有度过 又经过三个步骤吧 第一个就是适应期 第二就是稳定期 第三才是发展期 也就是说 经过这三个步骤之后 最后呢 就是超级大部落 很大的一个部落 最怕的就是满虫 宜满 那么今天这个新手教程 算是第一季吧 就这么先讲到这里了 记住啊 今天我讲的内容 三点 第一 以潮 以潮的选择 第二 购买的数量 第三 活动区 需要东西吗 就这三点吧 记住 那么就到这里吧 这是权益 新手篇 啰嗦到现在 我相信你们看到人并不多 那么就到这里 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